开始冲水 也才卖120 而且明明都已经省了人事费用 怎么还会卖的 跟有店员一样贵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就是因为贵 才会都开在学校附近 买学生一个噱头 毕竟比对两碗面的价格 两家店都开在 同一所大学附近 左边无人拉面90元 葱花 酸菜 泡菜等配料 无限供应 右边60元牛肉面 现点现煮 5到6块牛肉 酸菜免费序 也难怪让人质疑 拿这90元 不如去吃牛肉面 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吧 就因为还有很多小菜啊 就如果你觉得自己煮 就是会比较方便嘛 但如果有很多小菜的话 就看你自己 因为你整个开的东西 开店家房子比较少 正餐时间 很多店家都有开的时间 那我觉得有关于不太好说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种五人拉面店 即便少了人事成本 也要负担电租水电跟广告 更何况24小时营业很方便 至于90元到底合不合理 消费者心中自有定夺 东西文消费民巡奇 林肯荣桃园报道